我是史冬 是个教昆虫学的大学老师 我爱玩虫 有时也被虫玩 快会痛耶 接触昆虫三四十年 不管是在森林 草原 土壤 以及水中的环境 这些神奇 诡诈 凶残 却美丽的虫组 一直吸引我的目光 你无法一估 在找虫的过程中 会有怎样的惊奇和收获 离途尝试舟车劳顿 但虫却让我乐此不彼 我是史冬 欢迎来到我的昆虫旅程 无论是住在城市 还是乡下 最贴近人们生活的动物 就是昆虫 只要环境适合它们棋息 繁殖 都市 乡村 郊区 都可以找得到昆虫 近距离地观察 它们的生活与行为 绝非难事 这里是阳明山国家公园 离台北市区 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 可以很快的人们 从台北市南来到这里 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同时包括郊区的昆虫 我是昆虫专家史冬 今天要在临近 人类生活的区域里探险 找出懂得生存之道的 郊区昆虫们 在地球上 人类学会盖房子居住 是最近几万年才发展出来 在这种人造的环境里面 一般的生物 其实很难适应 因为食物少 温湿度不对 干扰多 所以一般的生物 很难在这种 不自然的环境下生长 这种人类的环境 是在最近几万年才出现 对于适应力极强的昆虫来讲 却能很快研发出适应的行为 像中长脚风 它就可以在这种人类的房子里面 竹草 生存其中 人类改造过的环境 对一般生物来说 的确不易生存 找到了 这是中长脚风的草 你看 那做工精细的纸草 其实 里面生存了很多中长脚风 它喜欢在阴暗的地方竹草较多 只要一个墙角的裂缝 就可以够它煮草了 在农庄空屋的墙角 管线洞口 农具空隙 这些阴暗处 就是缩寻中长脚风蜂窝的最佳地方 中长脚风 是人类环境中常见的捕食性昆虫 以蜜蜂采集花粉 制造花蜜不同 中长脚风 喜欢独注在外活动 猎捕昆虫 它们的体型大 但不会主动攻击人 藏在住家屋檐 或建筑物遮蔽的角落竹草 开放式的蜂槽 槽口朝下 形状如脸蓬头 裸露的蜂槽 能见到幼虫们不同的成长阶段 这是一个中长脚风 废弃的草 你看这个草 构造呢 其实是用纸一样的东西 组起来的 而且 每一个草室 都是六角形的 在自然界里面 这是最节省空间的一种排列方法 这种几何图案 其实相当的美 在巢蟹里面呢 每一个巢蟹呢 都是它的幼虫 在这里生活 昆虫无所不在 就在这个墙角旁边的一个花盆上面 你看 这个呢 好像是被人涂了一口痰在树上 没有功德心 其实呢 这是昆虫呢 它求生的另外一种方法 这里面呢 有一只帕磨蟹 这些帕磨不容易被水手溶解 也不怕被风吹散 因此 幼虫能够在帕磨中 躲避天敌的捕食 也可以在帕磨中 安稳地吸食植物的汁液 墨蟹若虫在成长期间 需要大量吸食植物的汁液 但是大部分的汁液并没有被吸收就从肛门排出 藉由腹部各节的缩缩 和腹部末端腺体分泌的粘液 充混混合后成为泡沫状 就能将全身整个裹附起来 你知道这个泡沫怎么产生的吗 有没有喝过泡沫红茶 它在咬什么 它咬了以后呢 很多的空气就会跑进去了 所以就会产生泡泡 泡沫产利用这种原理 它分泌出来的粘液以后呢 它身体开始咬 开始咬 咬咬咬咬咬以后呢 就产生了泡沫 覆盖在它身上 这是墨蟹若虫特有的习性 若虫对变为成长后 就不会再分泌泡沫了 生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磨得一席之地 昆虫是最值得赞叹的 好 回去吧 我送你回家 公园绿地 对在水泥冲林中生活的昆虫来说 就像是沙漠里的绿洲 虽然生活条件比起在天然森林差 植物种类也没有森林来得丰富 这些能在人为井观中生活的昆虫们 某种程度也证明它们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让我一一把它们翻找出来 这是一片公园 你可以看到有风箱 还有栽子的人工很多的金毛杜尖 所以是一片很赏心悦目的地方 人喜欢昆虫也喜欢 所以找一找呢 其实可以发现很多的昆虫 像这里 这里有一只棉杆竹节虫 它是世界性分布的昆虫 你看它的模样相当的可爱 它是孤雌生子 而且是专产吃虫 所以没有熊虫 一般我们印象里面的竹节虫 好像翅膀很短 或者是没有翅膀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棉杆竹节虫 你看这是它的翅膀 有密密麻麻的翅脉 还有这透明的模子的翅膀 使得它的翅很宽大 这跟其他的竹节虫 有很大的不同 在公园这片碎石细缝 杂草间 还有一种广为人民熟悉的直翅木昆虫 那就是黄斑黑西蒜 俗称朵碑 蟋蟀 常躲在小罐木虫或杂草虫间 有些种类也会躲在树皮下 落叶及十块间 甚至有些种类会挖地道 如果不仔细寻找 并不容易发现 触角的功能具有触觉 嗅觉等 同时也具有感测 气温的能力 触角用来收集重要的情报 平常当然得好好清理 西蒜 除了少数种类是植食性外 大部分的种类食性都很广 属杂食性昆虫 荤树不拘 甚至连同伴的尸体都不放过 汉中狮一样 竹主要用来行走 后竹粗壮发达 兼具有跳跃功能 蟋蟀的腿上功务 还有一招 后竹精杰长有极刺 当用力踢向对手或猎食时 这些刺也能花费作用 蟋蟀的熊虫 利用前刺互相摩擦 可以发出鸣声 至于这些声音所代表的意义 有些是为了求偶 有些是为了向领域内的 其他蟋蟀示威或警告 如果效果不佳 近身的搏斗就免不了了 昆虫接受声音的器官分为几种 蟋蟀尾毛上分布的毛状感觉器 就能接收声音 接收距离较远的声音 就得靠情竹上面的听气 雌虫的腹部末端 还有一根长长的残暖管 交配后 它会选择松软湿润的土壤 或植物的精忠 将残暖管插入残暖 公园小角落 一个个小土堆 还可以观察到这么有趣的蟋蟀生态 有趣吧 下一站 我们要往农地去 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虫虫 离开都市公园 在三十分钟的车层内 我还能找出躲在网室 果园或蔡恩里的昆虫们 离开了都市公园 很快的我就可以来到了乡间的小路 在这里 植物的种类 也从检棺植物 转变为人们栽种的经济作物 在这些经济作物上面 我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昆虫 我带大家去看看 台湾人是勤劳 只要有土地 就不会闲置 总会重点什么 除了满足温饱 自然也吸引特定的昆虫前来觅食 现在来到的果园 这是柑橘园 果农们种柑橘 是为了要能够采收柑橘 可是柑橘上面 还是会有很多的棍种 我来找找看 我找到了 有一次宽露螂 正在这里 吃纹白蝶 你看螂螂 它这个前脚 一勾住以后 就不会放掉了 还有就主要 那个主角式的口气 事实上 很少有昆虫能够淘开 因为它很锐利 它是一种主角式口气 大饿很坚强 对螂螂来讲 它是一种等待捕食的捕食性动物 所以 它不是主动追击猎物 它很不容易捕到猎物 所以 它不会浪费事物 它有时 会把整只昆虫全部吃完 这些背上面要乱 因为这里 不会被太阳晒干 因为这里下雨的时候 不会被雨淋到 因为在这里 天体可能不容易找到它 所以 它会把卵产在这个叶背上 你看这里是这样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都产在这个叶子的背面 一群刚呼化的春相 团结力量大 妈妈呢 把卵产在这个叶背上面 呼化了以后的若虫呢 大家群聚在一起 当这样一群呢 通通挤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天体呢 就不敢过来了 所以本来小小的一只春相呢 变成是一团的春相冰团 利用这种方式呢 昆虫也得到了保护 前面这是一片竹林 竹林呢 在台湾是很常见的 竹子呢 除了说可以用来防风以外呢 其实很多的竹笋还可以吃 那同时有很多的昆虫会在上面 我看到了 这里有一只瓢虫的幼虫 幼虫体黑色或灰黑色 红色或白色的条纹 分布于体表两侧或中央 身上还有突出的极刺 特殊的外观形态 很有威吓感 它整个身体呢 上面呢布满了这个肉流 所以看起来呢 其实相当的可怕 因为这样的可怕呢 使得这个瓢虫呢 它的天地呢 就不敢接近了 根据专家观察 有些瓢虫 在幼虫阶段 可以大量捕食牙虫 戒壳虫 食量之大 可以说是大胃王 因为竹子上面呢 会有很多的牙虫 所以这些瓢虫呢 主要呢 就是过来取食那些牙虫的 对农民来讲呢 牙虫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害虫 那这个瓢虫呢 专门捕食牙虫 所以可以为农民呢 当成是农民的一个好帮手 这个幼虫化庸以后呢 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个颜色呢 相当的艳丽 所以也很漂亮 它以后呢 化庸以后 再乙化一次 再拖一次皮呢 仪化以后 就变成一只可爱的小瓢虫 半球形的外观 短短的触角 粗状短小的腿结 外加一对钩状的利爪 它 就是瓢虫 不同于幼虫 狭长的体型 暗黑的体色 瓢虫成宠的头 常常收在前胸背板下面 只会看到它头部的前端 浑岩的半球状身体 在前翅翅翼上 具有光泽 还有鲜艳的斑点 或条纹分布 美丽可爱的模样 被昵称为 Ladybug 看看它们行走时 温如 而且不疾不虚的样子 被以为 它们真的很Lady 那对闪闪发亮的副眼尖 就是它的主角式口气 对于喜欢吃牙虫的它们来说 口气就是武器 十三星瓢虫 属于肉食性昆虫 成虫或幼虫 都常常穿梭在植物虫间 以捕食牙虫 戒壳虫 牧师等昆虫为生 因此 它们常被称为 植物小医生 因此 有些农民 便特别地去饲养 弱食性的瓢虫 再释放到农园中 帮忙吃掉牙虫 戒壳虫等昆虫 让农作物可以健康成长 这就是生物防治法 以昆虫的天敌 来抑制昆虫的数量 所以 在有牙虫的植物上 常常可以见到 正在大块朵鱼的瓢虫们 这只瓢虫顺着植物往上爬 然后展翅瞬间飞离 再度寻找下一个牙虫群聚处 农田另一处的棚架上 农作物的叶子被啃得坑坑洞洞的 又是谁的节奏呢 原来是体型像胆囊状 一身黑 头部成叶红色的窦园精 翘字幕的窦园精 成长是直视性的昆虫 所以 这一系窦棚 就是它们的乐园 昆虫的求我行为 多样 窦园精 求我的招数 更是超乎想象的特别 首先 窦园精 雄总会温柔地靠近雌虫 以触角 倾注雌虫的刺洽 礼貌性地探寻他的意愿 再进一步地 用触角的缠绕 雌虫的触角 传达心意 等到雌虫的回应 才交尾 斗园精的行动 看起来总是慢调失礼 但一般人还是少去捕捉它们 因为园精科的昆虫体内 都含有园精素的毒素 碰到皮肤 可是会起水泡 红肿 甚至溃烂 还是用眼睛欣赏 观察就好 我现在来到了一座私人的农场 这里面种了很多的经济作物 像这往事里面 种了很多的小白菜 往事外面 它种了很多的柑橘 还看到很多的赏花植物 这里面其实都有昆虫在上面活动 你看 在这个柚子上面 我们会看到有一只大凤蝶的幼虫 这大凤蝶的幼虫 它把自己拟太成像鸟的糞便一样 你看 这样像不像一坨鸟的糞便 因为它拟太成鸟的糞便 所以它主要的天敌鸟就不敢来吃它 所以大凤蝶的幼虫就逃过了天敌的捕食 碰到惊扰的时候 这个大凤蝶的幼虫它会挤压它的体液 然后在头部的最前端它的臭脚就会伸出来 很多蝴蝶它的幼虫食草 刚好都是我们的经济作物 像这个大凤蝶 它就喜欢取食云香科的 像柑橘的叶片等等 或者纹白蝶 它喜欢取食那个十字花科的作物 都是我们喜欢吃的甘蓝菜 白菜等等 所以什么样的昆虫 吃什么样的作物 人喜欢吃的作物 昆虫也喜欢吃 所以昆虫基本上跟我们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离开郊区农园 接着 我要往邻近的自然步道 寻找其他 在低海拔赤森林活动的昆虫们 由于低海拔区域是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地方 开发得早 岩死林多以消失 这是一只竹蝶蟲 它叫长钢竹蟲 为什么叫长钢呢 你看它这里的钢片特别的长 长钢竹蟲呢 还有很多的特点 仔细看呢 在它的头的上方呢 有两个凸起的基角 细细的凸起的基角 另外呢 我们可以在角的上面呢 可以看到 每一个角的这个结上面呢 都有叶片状的凸起 其实在山林 在步道旁边 只要你仔细留意呢 都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像竹蟲 它就善于伪装 然后把自己呢 融入到整个生态环境里面 建议保护它自己 所以你要够聪明哦 才能够找得到它 你要够仔细哦 才能够看得到它 回去吧 像是竹蟲 这一类的昆虫 必须竭尽所能的 让自己的体色与姿态 融入周遭环境 使掠食者难以发现 我们称之为保护色 或伪装 不过 竹蟲还有一招 断角求生的皇位机制 它们的竹部转结 与腿结之间的关节内 并没有肌肉相连 只靠魔状构造相连 当天底 抓住竹蟲竹部的时候 稍微一尺 竹部就会由此脱离 让竹蟲多一次 争取活命的机会 易经理说 此祸之躯 以求信也 这里说的此祸 就是我们常见的 此祸儿幼虫 但在这根树枝上 完全不见 能生能躯的虫子 没错 它就在这里 正僵直着 伪装成枝条的 此祸儿幼虫 和大多数懂得 伪装的昆虫一样 随着环境颜色的不同 此祸儿幼虫 也有着相对应的颜色 好躲避天底的察觉 有些像小枯枝 有些将体色融入立月中 也有拟太成色彩斑斓的 独儿幼虫 一切 只为了争取 活下去的机会 台湾的此儿科 有七百多种 幼虫的斑纹各异 幼虫 寄质植物也有所不同 但习性大致差不多 身体形态以四肢相往 而降低被天极发现的几率 此外 行走时 身体会一身一驱地爬行 姿态就像人类 以手当尺 丈量尺寸一样 这是幼虫的共通性 质疑为什么会一身一驱地行走 那是因为幼虫胸部 三对足后面 隔得很远很远 在腹部第六 结和末端 才各出现一对尾足 这和林刺木其他的幼虫相比 腹部各节 少了很多对尾足 所以不能多角齐滑地平稳行走 只能拱起身体 一身一驱地前进 而这个尾足 也是它展现伪装的秘密所在 此后而幼虫 在停漆或警戒时 身体为何向前挺直 不掉下来呢 靠的是它腹部末端 一对尾足上的圆竹钩来固定 这些圆竹钩放大来看 就像是一整片的小钩爪 也像是猛鬼沾的尺爪那一面 所以能紧紧勾住 或抓牢树干表面而不脱离 末端有了支撑 头部就可以往斜前方伸出 伪装成一只分岔出去的小树枝咯 至于能将身体挺直的机制 就在体液压力的运作 在警戒状况的刺激下 此后而幼虫压集体液 让身体伸直 或是从口气拉一条丝 自植物经上固定往前直伸的身体等方式 当然一边伪装一边进食 一心两用也不成难事 我现在来到台北市虎山步道 在虎山 看得到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 台北市一个盆地 四周围都是高山 还有森林 所以植物像很丰富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昆虫 栖息在这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赏虫地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这条林林遮蔽的步道里 还有哪些虫虫在等着我呢 这是一对黄尖长脚花金龟 它们正在花气上交配 花金龟喜欢在花朵上取食花粉 所以在开花的时候都会来仿花 我们可以看到 雌虫就用力地在啃食这个花蕊 然后从花蕊上面去吃它的花粉 同时也会吸取花蜜 熊虫就趴在这个雌虫的背上 正在进行交配的动作 黄尖长脚花金龟 一般都是在树冠层上面活动 取食树冠层的花朵 很难得在这上面进行交配 所以在这里能够可以看到 这个黄尖长脚花金龟 其实是蛮幸运的 哇 抓到了 抓到了 哇 这不是一般的新天牛 你看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翅膀上面很艳丽的光泽 它叫紫燕大白星天牛 你看它这个翅翘上面很艳丽的紫色的光彩 看起来像星天牛 可是它比星天牛大好 而且比星天牛还要漂亮 因为它的剂子植物是玉兰花 而且在人活动的周围 很喜欢种玉兰花 所以其实还是算一个常见的昆虫 天牛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触角比身体还要长 那这个奖就像我们那只水牛 台湾水牛一样 所以呢 因为又在天上飞 所以就被称它为天牛 我想要找一种树 雾鳩 在都市里面常常用来做行道树 它上面会有一种昆虫 很特别 我们来找找 这里就有一棵乌鳩 这个乌鳩树呢 其实是以前被长廊用来做农具的 比如说耕的梨啦等等 因为它的树干相当的坚硬 这个木头非常的好 那在乌鳩上面呢 其实有一种昆虫 我们称它为杜边式长吻白蜡虫 在以前呢 是被列为鲍鱼类的 我想来找找看 看看在乌鳩上面有没有白蜡虫 上面那里有一只 你看那个形状是不是很奇怪 所谓长吻呢 就是说它的那个头部呢 突出来了 哦呦看到了看到 抓到了抓到了 哈哈哈哈 这是在都市行道树上面的乌鳩 只有常见的一种 杜边式长吻白蜡虫 在几年前 它还是被列为保育类的昆虫 可是 现在因为数量慢慢多起来了 已经不再被列为保育类了 各位看到呢 它最大的特征呢 就是头部前方这个前额呢 它伸出来了 所以称它为长吻 就好像橡皮虫的那个鼻子一样 橡皮一样 你看它这个翅膀上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蜡粉 是白色的这个蜡粉 很容易会脱落 还有包括身体也是 身体这边呢 还是有很多白色的这个蜡粉 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蜡粉 在身体的两旁 包括翅膀上面 在它的头部后方呢 有一根刺激式的口气 这个主要呢 就是它用来取食的器官 所以以白蜡虫来讲呢 它一辈子呢 都在乌胶上 橙虫产卵在乌胶 然后腹化的肉种呢 就以乌胶为食 然后一慢慢的脱皮 长大了以后呢 就羽化变成橙虫 这是我们看到的橙虫的清新 走在郊区的小镜上 到处都充满了惊喜 这里有一棵构树 而且现在呢 这是构树 果实成熟的时候 它会吸引了很多的昆虫前来 包括蝴蝶啦 金龟子啦 蕨蟹蟲等等 我们来找找看 看看上面 有没有什么昆虫 这里有一只 这里有一只扁椒 它在上面取食 成熟的这个果实 嗯 这味道蛮甜的 难怪扁椒喜欢 我也喜欢 在野外呢 你其实呢 可以选择昆虫的食物来源 去找虫 像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昆虫 被吸引过来 像这一只扁椒呢 就在这里 去享受它天然的果汁啦 其实真的很甜美 你要不要吃吃看 在这条 淋淋遮蔽的步道里 还有哪些虫虫 在等着我呢 蜿蜒而上的路径里 还要哪些惊喜 爱虫的我 还要一一的把它们找出来 除了大型的 或者是飞翔中的昆虫 容易观察外 其实大部分的昆虫呢 都躲在隐秘的地方 要散离观察才找得到 一些特定的植物 譬如说蜜园啦 石草啦 腐烂的木头啦 或者是阴暗潮湿的地方 都是观察昆虫的好地方 落一堆底下 熟成无可挂牛的阔椅 缓缓地爬行 在地面上 四处搜寻着食物 另一边 一只外形奇特 又如水质 又像东方匪帘 甚至像眼骨动物 山叶虫般的生物 也正进入这块肋场来 它 就是云南扁营的幼虫 从背部 几乎无法插结它 那具有利厄的头部 与细长的六足 一片片扁平的 钝片状背板下 保护着它脆弱的头部 与腹部 免于裂食指的记忆 夜行性的习性 与阴森潮湿的漆地 更添生它神秘的色彩 不同于其他第七昆虫 那般昂首阔部 云南扁营的幼虫 拖着一节一节 顿状扁平的身体 以细细碎部 紧贴着地面爬行 黑暗中 不免让人感到害怕 尤其是 那藏在钝片下的头部 与大耳 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云南扁营 试食软体动物 以缓解动物 它会循着 这类第七动物 所移留下来的黏翼气味 一路追踪 猎杀黏翼的主人 云南扁营又从攻击阔蚁时 用锐利的大耳切开它的皮 大耳咬住猎物后 会分泌消化液进行体外消化 同时 也将具有麻醉作用的唾液 注入猎物体内 让扣移麻痹无法动弹 然后 慢慢地分解成为浓稠状的肉米 再用口气吸食入消化道 当猎物体型够大时 云南扁营往往自顾制的进食 顾不得其他同类来分一杯羹 所以 常可见 酷鱼身上同时有三到四只幼虫正在进食 云南扁营的幼虫食量非常大 几乎只要可以吃的猎物就不放弃 常常吃的整个身体都鼓起来 在自然界中的机会主义者 无法预测自己的下一餐会在哪里 所以 他们必须把握每一次进食的机会 也因此 他们大多拥有惊人的食量 云南扁营明显膨胀的腹部 以及撑到极限的结尖膜 便可见一斑 偶尔在森林中遇到昆虫尸体 虎臭的气味对于云南扁营而言 却是美食当前 不必费力追踪猎蛇 他肯定不会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大餐 只不过 再怎么凶猛的云南扁营 还是难以抵挡蚂蚁军团 未免自己也沦为盘中孙 云南扁营 只得将美食拱手让给蚂蚁 快速地逃离战场 在这个生活场域 另外一只昆虫 脊脚中正伺机而动 那两根具有敏锐嗅觉的触角 正缩形着猎物的气味 便是脊脚中以其他宗师的方法 首先观察他的提背 有无黑褐色或褐色的哑铃状斑纹 接着观察他的前组和中组的进阶外侧 是否有两列次 特别是前组的脊次更为巨大 发达 如果这两大特灯都具备了 就是架杠的脊脚中 这只脊脚中 还往靠近他准备攻击的猎物 但是 每一次的袭击 不一定就能成功 受到惊吓的林刺木幼虫 能不提防地分力摇摆整个身躯 狠狠地将脊脚中甩开 但这一次脊脚中 改弓向另一只停歇的购业天鹅幼虫 虽然幼虫也顽强抵抗 但是 結果大不相同 脊脚中 脊脚中 一个向前环抱 用前竹力刺 刺入构越天鹅幼虫身体 哪怕猎物有任何的扭动 也无法逃离脊脚中的魔族 固定好猎物之后 脊脚中的阻截式口切 毫不犹豫地 就往猎物身体切割下去 藉由上下存 大小二和虚的通力合作 大二先大快地切割 小二及小二虚 再辅助细切 和辅助往口气内部输送 自然界里 肉食性昆虫的进食 是很随机的 一有大快朵鱼的机会 脊脚中 当然也不会浪位猎物 从构叶天鹅幼虫的外骨骼 到消化道等器官 全部啃食尖光 不少昆虫 在自然生态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若是没有腐蚀性 食食性 和糞食性的昆虫 在野外当青稻夫 处理这些落叶残肢 或动物的尸体 或排泄物等野外 将堆满这些腐败的物质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就是让每一个生态系的成员 保有他们一席之地 这里有一只大黑粉金龟 你看 有没有可爱 可是很臭啊 因为他喜欢吃的东西 竟然是牛粪 大黑粉金龟的外观特征 就是头部的三根鸡角 以哺乳动物的粪便为食 扮演大自然青稻夫角色 你看 他们正在吃粪便 哇 圆圆胖胖的身体 非常可爱 你来看看这个前脚 它的腹节退化了 它的经节变得很扁平 就好像一个移植曼一样 如果你仔细看 它实际上呢 可以很容易地 用来在土里面挖掘地道 对动物粪便感兴趣的 还有推粪金龟 不同于大黑粪金龟 这种推粪金龟 除了其实动物的粪便外 还会将粪便做成粪球 推着走呢 至于粪金龟 是怎么缩形得到食物的所在 靠的就是头上两根触角的绣节 这如塞叶状的黄色触角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感觉细胞 能侦测数公里外 新鲜食物的味道 行使气味分子的浓度梯度变化 能准确地飞行到 动物粪便上哦 逐臭而来 哦 这是人类主观认定 若能解析粪金龟的气味感受 或许是蚊香下马 也说不定 总之 选着气味而来的推奋金龟 还有一项任务 就是将食物做成球 为何能将排仪做成球 得先从他们特殊的外观形态讲起 推奋金龟的头部前沿 有着盾牌状的突出 称为头笋 前胸背板发达 大小和刺鞘的面积差不多 前竹腹结前端外侧 有两个明显的尺凸 像是人类的手指 这些不同的构造 有利于他们制作粪球 你看 他巧妙地用特化的头部 和前竹切割粪便 在一边迅速地用前竹 将粪便拍档 挤压成球形 一百多年前 法国自然观察家 法布尔先生 所写的昆虫记里 就这样的描述着 他有个巨尺头 和铁锹般的前竹 就可以从粪堆里 产出个球形来 接着竖起两只组掌拍压 修饰粪球的表面 这个粪球 不仅仅是粪金龟的食物 也是他们为后代所准备的 家与春粮 哦 这次推粪金龟 不加紧脚步 赶快做粪球 还先吃几口才工作 大概是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吧 做好粪球之后 要赶紧把粪球推到理想的地点 残卵 挖洞 埋起来 由于球体庞大 不适合闲着飞翔 最佳搬运方式 就是用推滚的 首先 它会倒立起来 以细长的后竹 微微向内弯曲的境界 抱住粪球 裂成弯钩状的爪 就插入粪球内 再以前竹撑在地上使力 就可以让粪球往后滚动起来了 有时 就是有投机份子 专抢别人的成果 哦 这只推粪金龟 不就是能不提防的直接抢 最终结果 就是两只推粪金龟大打出手 直到最牛 最汉的那一个胜出为止 除了随时应变可能上演的抢球大战 推温金龟从制作好粪球 到推到理想地点买起来 这段路程到底有多远 从没有一个确定 唯一肯定的是 它们总是有股死命必打的牛腱 绝不青年放弃 哪怕路程碎石颠簸 照样使劲滚过去 哪怕前方有跟大横幕挡路 依旧不拐弯绕道 直线前进 即使坡度陡峭 都难以施力了 依然固执地推 古埃及人 看到推奋金龟 在地上推滚粪球的景象 认为太阳神 凯普利 大概也像他们一样 每天 勤奋地将太阳 由东向西滚过天空 所以把推奋金龟称作圣甲虫 当作辟邪与吉祥的图腾 直到推奋金龟 将粪球滚到它的选定之地 才会停止滚动 挖洞将粪球埋入地底下 雌虫 会在粪球里产软 好让幼虫在里头安稳地孤化 成长 等待明年再以化为成虫 奋金龟的生活时 在土中度过幼虫后 再以化为成虫 使人们期待 人死后 也能像奋金龟一样 同土中羽化而出 所以 古埃及金字塔内 除了画有奋金龟的土腾 也凑成各种奋金龟的饰品陪葬 这也是圣甲虫名称的由来之一 从荒野丛林中多样性的昆虫像 到以特殊的呼吸器官 在含两量极低的水溢求生活的水生昆虫 最终 回到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郊区昆虫 这些虫族 都展现了极高的适应力与耐受性 让我印象深刻 在找虫的过程中 看到很多漆地被高度开发与破坏 却也让我忧心充足的未来 希望 有更多人加入爱虫的行列 以高度同理心 以尊重的态度 面对自然的一切 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阔业林间 水域 步道里相遇 我们就可以分享更多 爱虫赏虫的热血心情 此东爱完虫 下回七地里见 上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